Hello 大家好 我是桑普 欢迎大家来到桑普论症这个节目 又到周末了 5月10日的星期六 希望大家今天这个下午时间和大家做这个节目 我希望大家都收睇桑普频道之余 知道今晚我想大家都在星期六没有节目 可以看一下这个我的节目 我想今晚我想在台北时间 即香港时间9点半 就跟大家去做一个live 跟大家一起讲一讲刘世良的一些支持者 所讲的十个不同的质疑 我一一回答这些质疑 而且欢迎大家到时候留言 我会责取一些值得跟大家讨论的一些 即场的题目和大家讲 亦都会一起分析其他事项 我这一节如果稍后出去有些事情要做 我想就是很简单跟大家回顾 两篇最近在网上觉得比较精彩的文章 这两篇文章我都会觉得值得跟大家去讲一讲 他们的一些细节 当然我先讲 详细的分析可能时间有限 我要留待去今晚再跟大家慢慢慢慢分析 所以今晚的节目相对会比较长一点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介意的就不要看了 希望留在这里和我们一起去谈谈这个问题 好吗? 我觉得这个是重要 也希望今晚通过九点半的互动 互相的你问我答 可以起码做到一些澄清事实的效果 这些是重要 一看下究竟那些所谓的刘世良的支持者 能不能够有这个盘言醒悟的一天 我事常认为 我对他们很多支持者 是感到惨惨的 三骗 骗喬叔 骗南组 而最重要是骗粉丝 骗粉丝 很多粉丝因为这样的样子 而私心裂肺 先是尖叫 或者是沉默觉醒 那我希望更多人能够摆脱这个真正的一个魔障 至于说大家 会不会以后再支持刘世良的 似乎他的态度是怎么样 我不是一棒要打死他 而是在于 错就要认打就要站定 说错话 不要再谈谈谈谈谈 OK 这个是做人的基本原生 不是你变成丁鞋 变成毛泽东 变成习近平 OK 精神同构 所以我们这一点是很重要 那我先读一篇 就是罗欣慧导演 他在2024年5月18日 再新发表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 是建于他的Facebook 消失的党案的专页 题目叫做《双隔十天的茶序》 与读者签书会 引起来 读者签书会 我经常说 这是指虚污有的一件事 这篇文章也重复了这一点 在刘世良2024年4月28日 7分钟自变短片里面 文化人茶序和陈翘 为读者签书这一幕至关重要 刘世良在旁白中说 2017年8月11日 乔叔约我在Main街新睡华酒楼饮茶 出席者有水和田先生夫妇 有金融小说插画家董培申先生 和漫画家Thomas Wong 同场也有订购了这本书的读者 我们将书交给这位读者之后 即时向乔叔撒取签名 乔叔帮读者签名和茶序的朋友照片 全部同日上载到城寨的FV里面 不得罗恩惠在5月13日 透过电话和政治漫画家Thomas Wong访谈 此前 罗恩惠传两张截图 一张是他Thomas Wong和刘世良的合照 另一张是乔叔为读者签书 这两幅图都放在这个铁文的下方 电话接通后Thomas Wong 乔叔好像不是穿这件衣服 他的话吓了我一条 新岁华走流去过Thomas和刘世良 合照位置靠近墙边 靠近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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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叔签名位置 就是在中庭 楼顶海光散落一地 所以两个位置 不对 只是查罪已经是2017年的事 问Thomas 你和乔叔合照了没有? Thomas说 没有 没有和乔叔合照 怀疑有人造假的念头 转信即逝 跟着当时我们续谈当天的查罪细节 以查罪为名 虚构读者签书会这篇文章 在消失的档案念书刊登后 Thomas传来了 作成寨念书截图并留置 注意这个图片的日期 是8月1日 刚刚认识刘世良 兼送漫画书和签名 而他说陈翘 读者签名是8月11日 很明显是8月1日未见有读者签书 再次我要向Thomas自協 公开我自協 我在之前的片段里 是说到Thomas拿了一本书 给刘世良签名 我说这个事实是错的 我在这个地方 仅次公开地 承意到和Thomas自协 我说错 我不会像刘世良签名 那样下 即是会口眼无耻 Thomas 但Thomas没有找过 所谓的签书 那个人 或者刘世良刊登的照片 给乔叔签书 那个人 并非Thomas 另有其他日 是我说错 是我事实上的 是错误 这一点我仅次自协 所以Thomas并不是去找乔叔签书 仅此澄清 希望大家明白 再说一次 Thomas的说法是 注意这个图片的日期是8月1日 和刚认识刘世良兼送漫画书和签名 而他说陈翘读者签名811 很明显8月1日 是未见有读者去签书的 我因为听完之后 难以能够自信 在城製面书 找到Thomas和刘世良的合照 查诅的确是2017年的8月1日 并非刘世良说的8月11日 刘世良提到的查诅和读者签书 整整相隔了10日 为了增加认受性 他选择把毫无关系的查诅和签书 硬生生绑在一起 剧本写好 乔叔帮读者签名及查诅朋友的照片 全部同日上载到成寨Facebook 我再读一次 乔叔帮读者签名及查诅朋友的照片 全部同日上载到成寨Facebook 所谓同日 原来是有两天 一天是8月1日查诅 一天是8月11日签书 而不是签书会 事到如今 不禁要问 811 8月11日 这一名要求签书读者 应该是城寨之有吧 是不是 城寨之有 这个场景也是当时设计好的吗 是不是设计 811 是否专门装他弹工 装乔叔叔弹工 找个人 城寨之有 乔叔又不懂 然后找他来签书 那认我这幅相 哦 这个设计好的 经过年日访谈 刘世良夫妇方话年篇 人切崩壞已是不争事实 骗取乔叔不生的珍贵照片 直接出版 如今还要将陈翘和家人 污蔑成贪财之人 良心何在呢 陈翘在刘世良和城寨的 替女士的口中 即是这个邝永孙 已经由前辈 传奇摄影记者 变成城寨口中的阿伯 帮老爷出书 支持老爷 当老爷死了就出来买橙 等等的东西 好得DLM那些我不说了 语言之粗皮 用心之大毒令人叹为观止 最近我看到这个 还有这样的 Admin 还继续出来说什么呢 诶 这样扯着你干什么 没有其他东西可以说吗 我有很多其他东西 不过都是说你这件事 你自己做错事 就怕别人 你自己自残认为 怕别人死处不放 别人放你是人情 不放你是道理 别人说话是权利 是自由 百分百的言论自由 你今天做错事 就需要承认承担责任 道歉 认错 消除影响 今天你有没有做到 没有 还在说 帮老人出书 支持老爷 当老爷死了就出来买橙 阿伯 跟着说一堆DLLM的字眼 很多我都没有引述 你自己去看 很多的网友 或者一些所谓的评论人 都已经是将 他的一些 就是 他的这些这样的说法 是说得出来很清楚 已经将他的那些 截图了 你凡走过必留下痕跡 不要以为是 就是不会留下痕跡 好 还有一篇文章 比较长一点 就是阿冯熙乾先生 在他十三维度里面 就有一篇文章的 得道者多作 我都觉得这篇文章 写得是很多事实 和大家可以说的 我希望大家 都说得清楚这件事 我知道程翔先生 都写了一篇文章 是不是 也都说到这个 就是 无耻无量留世良 那这件事 是说到尾 是对他非常大的一个批判 那今晚我再说这篇文章 但是我先讲 冯熙乾十三维度 这篇新的文章 就是 《得道者多作》 那我读一次给大家听 版权属于他的 我只是引述 《得道者多作》 5月7日 我写了一篇 《尊难爱的故事》 《镜头下的历史》 就是我就是讲冯熙乾 前日有朋友打电话来 很紧张地说 有人骂你 包庇刘世良 他们说你扮中立 做什么整篇文 隻字不提 南华早报 Welden Kong的正词呢 这些说法 簡直一听就知道很荒谬 为什么 时间都搞不清楚 今天冯熙乾淡淡回应一句 因为Welden Kong的访问 是5月8日才刊出的 5月7日写的文章 会预知5月8日的访问 即刊出的访问 相当好有趣 冯先生就说 他每日写文 写了8点 绝作被误解实属尋常 根本没有空 即是没有空 即是没有空去介意 何况 我不是第一天出来走 这句话是谁说的呢 大家知道了 不是第一天出来走 这个就是刘先生说的 冯先生就说 怎样轻言委屈呢 今天冯先生不是想抱怨自己 被人乱骂 只是想指出一点 要公正评论一件事 一个人 你必须留意细节 要找出真相 就更应该留意细节 5月7日冯先生列出了 四项双方均无争议的事实 1.照片版权属南华早报所有 2.照片soft copy 是陈翘交给刘世良的 因为很多珍贵图片 连报社都无法储存 3.陈翘没有为2017年版的镜头下的历史写罪 提意见 简照片 参与编辑 4.陈翘没有收受任何的金钱利益 如今时隔11日 根据罗恩惠女士的调查报导 和刘世良先生的公开回应 我可以多添3项无需争论的客观事实 5.陈翘在生时 曾清晰向刘世良及其他人 包括她的女儿 有人王勤大 和前记协主席岑以兰等 提及反对出版 再说清楚 向刘世良以及其他人 包括吴女王勤大 岑以兰提及反对出版 6.出版前 刘世良并没有按照业界惯例 让陈翘签署同意书或授权书 即是没有书面授权 没有书面同意 7.2017年版的上书局影集 不单只用了陈翘为2006年中翘版所写的罪 连全书的图片说明文字 都是照抄中翘版的 罪是用回那个罪 全书的caption都是用回中翘版 对不对 没错 即无论你知不支持 我们批判刘世良到这些不争事实 应该是很清楚 这些undisputed facts admitted facts 关于这一场争议 刘世良先生曾经抚口婆心 勸喻公众 我希望大家用理性的态度 摆事实讲道理 好 事实就放在我们面前 现在不妨讲四点道理 你给我摆事实 摆事实吧 讲道理 我们讲道理 四点道理 你讲道理 一 以上事实 和陈翘女 陈丽娟 Teresa 5月6日 发出的声明内容 完全吻合 但 刘先生回应 自相矛盾 与事实不符 怎样说呢 5月6日 刘先生言之作作说 出版计划 是陈翘先生 乔叔的意愿 并且获得她的同意 陈翘的女儿 在当事人离开后 突然指控我 我盗舌 是陈翘的女儿 在当事人离开后 突然指控我盗舌 我无意猜测 背后是什么原因 只是希望 大家能够用理性的态度 摆事实 讲道理 你讲道理 已经获得她的同意 然后有人不说你 突然在桑礼现场 跟你说是盗舌 你很突压 这个就是刘世良 5月6日的说法 每粒字我刚刚说一次 可以重复听一下 当时刘先生只是说 陈翘同意 并未提到陈翘反对 但到了5月15日 在罗恩惠女士 摆出排山倒海的证据 引用第三方证词 表明陈翘先生 生前曾多番反对出版 并且联络过刘世良本人之后 刘先生 他忽然说给大众 忽然 我原来乔叔曾打电话指控他 为何静静地偷了些照片出书 即是说当时2017年的8月中 我很记得的 刘先生说是2017年的8月中 这通电话是陈翘打给他的 换言之 在当事人离去之后 突然间指控我盗舌 我无意猜测背后是什么原因 这句说话 5月6日你说的这句说话 这句说已经证明了 显然不符事实 陈翘的女儿并非突然间指控 而你已经早知 翘叔不断质疑你 若讲电话一次 若你在中式酒楼见面一次 怎会说 突然间你们这家人在你死后 突然指控我盗舌 我无意猜测背后原因 而刘先生根本早知背后原因 只是选择隐瞒 第二个道理 刘先生隐瞒了非常关键的资讯 有误导听众之业 截至5月17日 刘先生从未向自己的支持者 摆出一行重要事实 就是上书局影集的图片说明文字 原来全部抄自2006年中桥版 据冯先生所知 中桥版说明文字版权 即这个Caption 既不属于南华早报 也不属于陈翘先生 按照罗女士 这样不代表你没有侵权 至少有陈蛇 有X 版权属于X 我先不说X是什么 是版权属于X 按照罗女士的报道 刘先生根本没有联络过中桥任何编辑 刘先生也承认不认识中桥任何人 也看到刘先生没有和中桥的文字版权 持有人查罪和合照 从任何角度来看 全书文字都不可能获得中桥授权 那这个不是证据确作的侵权吗 很简单 这个X 无论是中桥还是什么 你不是侵权吗 文字版权既不属于南华早报 也不属于陈翘先生 在2006年的中桥版里出现 而你照搬照抄 你抄2006年中桥版的Caption 假如刘先生在Day1就开城保公摆出事实 说给读者知 听众知自己确实侵权 而不是说什么在当事人离去之后 突然间指控我盗窃 我无意猜测背后是什么原因 我相信刘先生的热心支持者都会立刻有所警惕 明白是你不会无条件为刘先生保驾护河 从这个角度来看 刘先生的部分支持者也是被欺瞒的受害人 第三个道理 刘先生的回应 穿崩位在哪个地方 这个穿崩位 我相信 这一点是重要的 我想我的朋友曾志豪都有说到这一点 刘先生在最新回应中说了一个完全颠覆大众想象的事实 就是陈翘在2017年曾经爆粗欲骂刘先生 兼知要他的岳父 其实作为蕭若元先生 即是刘先生所谓的坊间有提到的爆料之前 冯先生已经提过这个小道消息了 消息是说 刘先生自己和朋友说 然后在小院纸里传开的是 中间经了三人才抵凸冯先生的耳边 因为当时仍然是道定逃说 今天冯先生不想公开评论 但现在既由刘先生亲自说出 冯先生就谈谈自己的看法 刘先生说陈翘在2017年8月中打电话来 先用一轮粗口骂他 再说 为何静静地偷了一些照片去出书 然后会有这本书 这个就是 他由刘先生引述陈翘的说法 刘先生回答说 乔叔 你不记得吗 我们几个星期前 我们还喝茶 读者还和你签书 之前我还送书 去你家门口拍照 你不记得吗 我听一下他的态度 是不是这样 但根据刘先生早前的说法 照片是陈翘自己寄到香港给他的 照片是陈翘自己寄到香港给他的 如果刘先生之前的说法为真 陈翘在电话中就不会说 为什么静静地偷了一些照片去出书呢 因为那些是陈翘既去的 刘先生是没有偷的 陈翘只顶多会说 握握 怎么可能为偷呢 你可能会说 陈翘失忆和痴岸不行吗 当然可以 这个绝对有可能性 我也不能排除 也没有办法去肯定 但 相信刘先生没有失忆和痴岸吧 刘世良 你没有失忆和痴岸吧 如果刘世良在取得乔叔手上的照片前 已经清清楚楚和对方说过 这是冯熙乾第一篇文章写的东西 乔叔 加上帮你出本摄影集 这本书点篇 用什么相写什么字 叫什么名字 统统不用理你 输出之后 你没有钱的 版权高编 我就我搞 总之 你只是给你一世人的照片 给我出就行了 那么OK 然后 陈翘说OK 将不生心血 无条件交给刘先生 刘先生当时的回应就不会是 你不记得饮茶签书合照吗 而是刘先生一直强调他口头协议 他应该直接问乔叔 这个就是曾孙豪都说的 乔叔 你不记得吗 几个月前 我们讲好了 你给了照片我 我帮你出版 之后什么都不关你事 你不记得吗 你怎么会强调 我们拍过照 喝过茶 签过名 这个你口头答应过我 这个是常识 所以越拍片 越澄清 刘世良 越穿崩 我承认 由一开始 我看高了他 我对他从来没有妒忌 没有质道 别人 你这样你都说错 给你二十分钟时间 solo 錄影 OK 你都说错 那我有什么办法 我说错 Thomas Wong 找这个 乔叔签书 是我的错 我诚意向Thomas 道歉 我真的是我说错 你我怎么赔罪都可以 但我可以说 我希望我承认我说错 那个另有其人 8月1日和811是两件事 但刘世良的事 不是这么简单 是一个谈话 一个谈话 整个二十分钟的短片 是方话连片 一个正常的人 怎会说 哎呀 你跟我拍过照 你记不记得 你跟我拍过照 是吧 你跟我拍过照 我们 喝过茶 簽过书 你不记得了 你不会这么说 你会说什么 你跟我说过 你给我出的 你不记得吗 口头歉意 和默示同意 是两件事 一个人不会把 默示同意的东西拿出来 是会把口头同意的东西拿出来 你说有的 是你说有的 刘世良 为什么你的反应是这样 道歉都没有他 一道歉 掉粉 一道歉 无名无理 一道歉的话 自己光环没有了 一道歉 他整世的尊者地位没有了 是不是这样 怪不得丁蟹 毛泽东 邓小平 江泽民 胡锦涛 习近平 以及一众共产党 一亿党员 全部都是这样的屎款 这些不是叫做 中华文化DNA是什么 这些不是叫做 这些所谓小农DNA是什么 这些不是叫做 产平主义是什么 你是羡慕还是妒忌 有什么叫做 你叫做 全是自我矛盾 全面轰炸毁灭 还有什么可以跟大家说 我用你的逻辑 分布 我不相信你的逻辑 我用你的逻辑 分布 你已經玩完了 共產黨 習近平和普京說 我們 不結盟 不對抗 不針對第三方 不是權宜之計 其實就是 結盟 對抗 針對第三方 權宜之計 共產黨說每一個說法 基本上都是方言 要反向理解的 你今時今日做的事 是否要反向理解的每一個說話 當你共產黨辦 那跟著呢 即他應該直接問喬叔 喂你已經幾個月前 我們講好了 你給我的照片 我們出版 之後你什麼都不認 怎麼搞錯 應該這麼說 但現在劉生的會議 是等於說給大家知道 他在出版和取得照片前 無論用什麼方法取得照片 跟陳橋根本沒有什麼口頭協議 即他取消了這個地方 他承認自己沒有書面協議 現在用他的說法 跟大家講清楚 其實暗示他根本沒有口頭協議 他只有一個 默示的同意 否則不合理的 如果有口頭協議 他的說法一定不會是這樣的 即是說你已經過照片 你不會這麼說 他說你口頭協議 授權給我的 他唯一能夠展示出來 令大家相信陳橋同意出版的證據 就是出版後的飲茶簽書合照 這個就是他唯一的證據 有人認為這個飲茶簽書合照 就是Final Convincing Evidence 各位錯了 OK 我再講多一次 無論他喝幾次茶 無論幾一半 幾一個合照 我知道 譬如我在台灣出席公開活動 有些人我不認識 反而拍照 這些人可能是真心的 可能是假意的 可能幫共產黨做事 他拿著我的照片 就可以向共產黨拿錢的 我不是說劉思良是共產黨搞錯 我只是說一個人跟你合照的動機 和你接受合照的動機 同意他出版你的照片 是完全另一回事 同意他出書的另一件事 你拿著合照來說是荒謬 然後簽書 簽書不是已經是羅恩惠 剛剛上篇文已經告訴大家 811不是811 不要請水和田出來 那個另一個聚會 8月1號811兩個聚會 一個飲茶 一個所謂有的讀者問你簽書 那個讀者是不是城寨之友呢 是不是cote up set up的一個局呢 天仙局呢 這個局 人家想當代表了 人家已經同意了你嗎 他說你想當也當你同意了你了 哇 這麼有趣 我簽一本名在書上 可能當時誤會了這件事 你誤會了簽約就是簽約 這份不是約來的 就是你有一天 導彈了我一本書 我有一本書 很多其他一些 以前香港出過的書 導彈了它 然後找我簽名 我不如有詐 就簽了一本名在上面 就代表我同意你導彈 這個簽名代表什麼 我再說一次 你導彈一張 一千塊台幣 一百塊港幣 一千塊港幣 或者一百塊美金 放在我地方裡 那不如簽名 就是流念 不可以簽名 那代表我同意你導彈呢 這個簽名代表什麼 這代表授權了這本書出版 這個簽名代表授權這本書出版 你讀什麼法律的 再說 這些東西 是不是可以撤回呢 就算有口頭授權 是不是可以撤回呢 我都說當然可以 我問過了 香港 台灣 加拿大 我認識的人 認識的一些懂得事情的朋友 revocable license 台灣不需要問 香港不需要我問 我律師 我會跟大家膽敢說 這是common law 你到Canada都一樣 何況 這件事發生在香港 Hong Kong law governance 是很好的 你不要剝那條件事 你被欺負喬叔了 你不要敵他家人 就是好像我 做了方箭培錶一樣 你不要打 方箭培錶一樣 你不要再打方箭培錶 监生打死他 现在你就这样做 我是很不齿的 从义理人情 这件事天理不容 情意都是为妄 不要说义不容情 情意都不容 不知所为 我不在这里说粗口 你都不值得用粗口骂他 冯先生这篇文章说 退一望漫步 假设饮茶签书合照 真是可以代替合约或授权书 冯先生当然认为不可以 但有见解超凡的人认为可以 但陈翘亦都是出版之后 才是短暂同意 期后已经收回同意了 而不是出版前的 知情和同意的 知情和同意是 刘世良写的 当然你都可以说 出版前的口头协议 还是有效的 还是有的 就是刘生失益和痴呆 就是说 口头协议都是有的 就是刘生失益和痴呆 应该说刘生就是刘世良 如果你相信这一点 表示每天有很多香港人 在听一个失益痴呆大叔 高谈阔论 这个似乎比承认他在杀方更加悲哀 只于说乔叔爆粗 杀取十万加币和电话滋扰 这就这么费解了 既然陈翘这么恶 这么贪财 之前怎么会无条件同意 交出这些照片呢 刘生其后 既没有屈服于恶势力而付钱 那陈翘为什么不继续滋扰 继续闹大这件事呢 这个故事的人切自相矛盾 情节是有头无尾 从电影的角度来看 是完全是令人困惑的 是一套烂片来的 冯先生就冲心希望刘生 可以向支持者交代一下 他的恶努大人受滋扰之后 究竟有没有报警 他又是如何令恶人陈翘 不再受滋扰呢 是不再资扰他外父呢 他说他没有报警啊 为什么这么多年都没有报警啊 九十几岁人了 又有人欺负你 为什么出来走啊 为什么做生意啊 已经可以这样了 学习他的态度就对他了 这么资扰啊 这么委屈 这么久啊 七年了 都没有报警啊 那么他又如何令到陈翘不再受滋扰呢 你是不是恐吓他 你带我十万 我带你十万 我要你拿二十万出来 不是呢 我高你 那么陈翘立即不再受 是不是这样啊 就是这些人切呢 互相的 你就算你编剧 编到这样的款 哎 哎 我自己觉得有一个很大的误判 我真的由始终 由day one 我觉得哎 刘世良 起码 就算他怎么样奸都好 他知道这句话 扯不下的 他就认输了 掉了少许粉 就继续下去了 但是 他有一条黑路走到底 最编辑了这些垃圾故事 我觉得非常令人震惊 第四 刘先生可能比陈翘先生更委屈 道理讲到这里 也都不能够排除刘先生 仍有万分之一机会 是这次风波的受害者 就是第四个道理就是 刘先生可能比陈翘先生更委屈 道理讲到这里 冯先生说 也都不排除刘先生 仍然有万分之一机会 是这次风波的受害者 他受了这么多委屈 饱受攻击 一开始两个礼拜 仍然为保护乔叔的声誉 没有踢爆乔叔的恶行 这个高尚的情操 完全超乎凡人的想象 签书不是更加合情合理吗 你受委屈不出声 人受委屈不出声 为什么人受委屈不出声 你是假的 我受委屈不出声 就是正确的 正义的 道理当然可以说下去的 但是文章太长 再说连冯先生自己都觉得烦艳 再引述孟子的句话 得道者多助 失道者寡助 寡助之志 亲戚伴之 多助之志 天下信之 说到尾就是 人心 很清楚 很清楚 我仍然认为 这个是很重要的 例如说 刘先生清晰在解释的地方 我们从来没有说过 这个是一个免费贺售礼物 看回2017年 4月1号 三不管 他的节目内容 刘世良说什么 希望在他90岁生日那时候 送这本书给他 有送过吗 不是可笑 对方就说了 他的论判就说了 我们也答应蓝祖 就是我们会去义务出这本书 那你没有义务出这本书 义务不是说免费 义工不是免费 义务出这本书 什么叫义务出这本书 那就是免费 那你免费三百元 义务出这本书 有什么义务 所以我说 由始终 方言 一句都没有道歉 他自己觉得 我自己不是很懂得做人 这个跟懂不懂得做人 无关 全属篇谷 我还没讲这个类嘴争议 是不是 今晚讲了 因为太多东西 所以我说 如果真的要讲清楚这件事 要将事实摊开来好好讲 我都反驳一些 有些 香缘的人 或者是一些 真的可以 坑洞到 可以说 说服到 一些人 即他们可以动摇到 他们用事实 真相 来说服到的人 我希望 我会澄清有十个不同的 争议位 这些争议位的话 我会一一回答 OK 我都看到很多大家的留言 也听到很多其他的留言 那希望今晚再和大家见面 到时见 拜拜